刚才一打电话吓得我真害怕 这条视频呢为外卖小哥发声 既然小区门口准备了货架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互相体谅一下 自己呢去货架拿一下 现在小区不让进外卖了 就对你们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呢 有时候有影响怎么说呢 假如说外边要设置架子 他要允许放在架子上吗 不对我们没什么大影响 假如说我们到小区了 他根本就不让进 不让进 之后这个顾客还说我出去取 完了之后在时间要是长时间不来 我们就有影响 就像刚才这件事的 他写地址写错了 假如我一进到小区里头 我直接一条门 他说不是我家的 我马上我能联系 我带给送过去 结果他是滑楼美术的 写个三家房外运的 200多块钱就当要丢了 我一天摆干了 谁也没有办法 哎呦 这人吧 百言百姓 一百个人一百个样子 这不能求 发一桶 哎呀 求不了 您来北京多久了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就是您有没有什么想对 广大网友说的 就是说关于外卖这一块 也没什么说的 就是都是理解万岁就完事 理解万岁就是 有时候确实是没有办法 各个都互相理解 房业都必须就理解 就是谁理解都理解 对行 您注意安全 拜拜 做好防护 拜拜 特殊时期 又加上天气比较炎热 所以真心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 不知道您听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